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贯福奇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82集的节目 我们再给大家分享的是 罗伯特特第二号的泰连Megatron 霸王龙 密卡登 霸王龙的话呢 跟先前前两集给大家分享这个星星 它是同一个世纪推出的 同系列的玩具 但这个比例的话呢 很明显不太对啊 动画片里头两个的身高应该是没有差这么多 尽管说现实中的星星跟霸王龙 可能有真的差这么多吧 总而言之的话呢 这个比例让我觉得说 正义的一方 你凭什么可以打败邪恶呢 靠的是意志力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玩具呢 导角的处理啊 非常的好 摸起来非常的光滑 而身上的一体性也很好 关节的紧实度都非常的OK 那身上的话呢 有两处的金属部件 这个小腿以下全都是金属部件 所以它的人物的站立性非常的沉 非常的稳 然后呢 这个脚的可动的话呢 跟人形的腿呢 是完全共用的 所以它也是可以做一个张开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有一个更丰富的一个站立性 这一侧的脸比较可惜 那吉克洛斯丁全部曝露在这边 另外一侧的话呢 就没有了 塑胶整体感偏硬 那然后身上的一个绿色的一个条纹 在这里 其他的话大部分都是紫色的配件 它的头的可动呢 这个地方有做出一个缺口 所以可以往上抬 抬到这么多 嘴巴可以完全的张开 有做出一根的舌头 但这个舌头的话呢 你要单独用手指去抠呢 我是抠不太到 所以你可以用工具呢 把它给抠出来 那内部的话呢 还有做出一个孔洞 但是它没有附带火焰的一个 喷火之类的一个特效件 虽然说我也不太记得 它有没有喷火 应该是没有吧 那手这个根部的话呢 可以动 那尾巴呢 有一个球形关节 可以稍微的甩动一下 那我们进到它的变形环节 我的习惯把先把上面这块给撬开来 整个给撬开 撬开之后的话呢 这里可以反折回去 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再扣起来 这个就形成它的一个 人形的一只手臂了 再来我们把这个地方给松开 这里两侧 这里给打开 上面这里也可以打开 整个的这个上半部分的话呢 都给打开来 这里解锁开来 还有这个地方也解锁开来 这里的解锁要注意一下 我第一次变的时候呢 失利不当啊 导致于说它有一个白痕产生 就这一侧 这个地方 掰的时候力气要对啊 这个有一些白痕 各位可以看到了啊 好 两侧都给打开 这个地方所有的卡钩都给解锁 解开来 再来的话呢 我建议各位呢 把腿呢 先给打直 打直下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拨开之后啊 这里打开 它的人形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组合位点啊 变成 兽形的时候记得这里要把它给扣上去啊 记得一下就行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把他的腰身的话呢 给旋转180度 旋转过去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以这个是人物的前方 看到这里是身体的前部 我们就转到这个方向之后呢 往前面推下来 然后呢 这个地方往前面靠 此时的话呢 我们后面的这个部件 然后背上了这块部件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个缺口比较大的部分呢 转到朝上方 那转的位置的话呢 是在上方就转好 然后呢 再往下面推下去 这是比较安全的转法 你就看到这里有两个洞 跟这里有两个凸 我们就这样顺势的把它给推过来 进行一个结合就好了 这样就会扣到一个定位 再把头的话呢 利用这里的一个双动关节 把头给推到前面来 按到这里就行了 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收纳它的背后的这个蝴蝶翅膀 其实也很简单 折这一片 折这一片 然后的话呢 这里往下面推过来之后 这里这样子 然后这里有一个组合 位点在这里扣上去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手 这个手两只手 为什么这么可爱打架了 把它给捏过来扣紧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肚子这里啊 稍微往下面捏下去扣住 好 我们的手臂啊什么的 回到它的正常位置 这一款那个Tai Langer 对了还有这里 这个往后面推出去 这里让高跟鞋给出来啊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要把这个从裙甲吗 还是什么来着啊 从下方转到正前方来 好的 那我们来看到它的机器人的形态啊 首先的话呢 身高很高啊 虽然是号称小比例 但是它就跟官方的Deluxe等级是完全一样的尺寸 而且更沉更重 零件也比较多一点啊 身上的涂装的话呢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紫色的话呢 也是很有层次感 金属的光泽度 粉一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腿的话呢啊 就是一个金属的一个腿啊 这个在这个地方非常的沉重啊 前后左右看啊 特别是这个背包 我觉得收纳的非常的漂亮耶 那么手部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龙尾巴跟龙头 龙头的可动的话呢 它这个龙头的手的话 感觉比较可惜 稍微短了一点 如果能够再加长一点的话 是不是会更好看啊 那头部的球形关节 左右都能看 它是还有附带两张替换脸啊 但是呢 那这个脸的话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办法把它顺利拔下来 所以今天替换脸的话呢 我就简单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样子啊 这个是一个反正就嘴巴裂开 不知道是愤怒还是怎么样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一个感觉是在微笑的脸孔啊 反正各位知道就行了 然后它的其他的配件的话 也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展示 首先的话呢 这把大枪 大枪的话呢 要装载很简单 首先的话呢 这个手部这个地方 先把它推到这个方向 这个武器 这个龙尾巴拔下来是这样子 它是上下错位的啊 是这样子 这样子压下去的 把这个尾巴拿下来之后的话呢 才可以做其他武器的握持 包括它还有另外两个替换手 一个是摊开手掌 另外一个则是用手指 另外的牙刷呢 这个就各位看一下都知道了啊 然后它的这个体型的大小呢 刚才已经给各位做过展示了 它非常的大 那跟这个黑猩猩退场 跟这个金刚王放在一起的话呢 我还是那么一句话 这个到底你是凭什么打赢 打赢邪恶的一方啊 没有办法理解 那它们是同时期推出的了啊 那么价格的话呢 各位可以自己参阻一下 我个人觉得CP值还是非常高的 那这一款的 应该说这两款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它的比重都很重 很重 现在都有大量的金属部件 站立性都很好 涂装也很不错 这样子摆在桌上的话呢 绝对都是非常漂亮的小摆式 变形也都非常的简单 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 如果各位心有余力的话呢 很推荐你们把它带回家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谢谢大家